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又是针对回教党要关闭云顶赌场的风波 之前回教党就公开的誓言 如果回教党拿下彭亨州政权 一定会关掉园云顶赌场 他不关掉 他是你孙子 这个西蒙的议员李政贤 就针对这个事件就炮红回教党 说回教党不理我们的经济 不理搞砸了整个马来西亚 哔哩巴之类的 然后今天回教党老二段伊伯良 他就出来反驳李政贤 但是他反驳的东西非常的有趣 他就说了一句 关闭赌场不会影响穆斯林经济 他标题写在那边 做过我说 这个段伊伯良的反驳非常的有趣 ok 你想一下 现在啊 李政贤是骂他 就说 你现在主张要关闭这个赌场 你在破坏马来西亚的经济 然后段伊伯良他现在他回复是 关闭赌场不会影响穆斯林经济 意思就是说 关闭赌场 是你们非穆斯林中标不好吗 你们非穆斯林的经济受影响不好吗 关我穆斯林什么事 我穆斯林的经济是不会受影响的 仿佛整个马来西亚就只有你穆斯林罢了 我们这些非穆斯林到底还算不算人 就要问一下回教党 回教党到底把我们非穆斯林当人吗 ok 他这个回答就非常的有趣 人家说 这关闭赌场会影响马来西亚的经济 你却在没回答 没有关系到我穆斯林的经济 ok 回教党的数字就是这样了 ok 大家都心里有数心知都明 如果到了至今为止 还有任何的华人想要捍卫回教党 想要把西盟给绊倒 然后再扶这个国盟上去 就是上行兵狂 我没有讲错了 讲错我头砍下来给你 我跟你讲 现在有任何华人想让西盟倒台 想扶持国盟上台的 那个肯定是上行兵狂 ok 好 so 我现在我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 这个段以伯拉姻这一句话 就是呢 这个关闭赌场 不会影响我穆斯林的经济 其实我告诉你 答案是肯定会影响 ok 怎样说肯定会影响呢 ok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大家 应该马来西亚人 没有70%也80% 有去过云顶吧 有去过云顶的话 只要满21岁的 应该都有进过赌场吧 好 so 你进去云顶的赌场 转选看 ok 当然 你可以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华人的脸口 ok 这肯定是占大多数 然后 仔细用耳朵去听一下 他们的口音 你会发现到呢 近乎90%是中国人 ok 马来西亚本地华人也不少啦 但是 中国人的人数是非常庞大的 在整个云顶 无论是任何一个角落 无论是在赌场里面 还是在外面的设施都好 你听到的 华人那个口音都是中国口音 ok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 就是呢 赌场的都是这些外国旅客 尤其是中国旅客 ok so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外国旅客来到马来西亚 他来马来西亚消费的每一份钱 都是白白送给马来西亚的 我讲过很多次了 旅游业的钱是最好赚的 ok 甚至是无本万利的 你如果是制造业 还是服务业 你还必须要下一个成本 做出这个产品来 或者是做出这个服务来 然后呢 出口去外国 然后呢外国才给你钱 可是旅游业就是 你打开门 然后呢外国人进来 在你范围里面 所有的消费都是白白给你钱的 然后完爽了 就回去 ok so 旅游业如何赚钱 这个不需要我太多讲了 这个我要开设计来讲都可以 ok so 现在我要讲的是 你想一下 全部的外国游客 进到来马来西亚 如果他只是为了云顶而来呢 老实说 你看到这个云顶赌场里面 98%是中国游客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云顶没有这个赌场的话 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会不会变少 你想一下 其实不只是中国 世界各地都有了 我现在我给大家一个命题就是 如果 云顶赌场真的关掉了 马来西亚的外国游客 会不会减少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都不用想了 马上就知道答案了 肯定很减少 而且会减少很多 ok so 我们如果少掉这些游客 把他们的钱给带进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经济不会受影响 难道你穆斯林的经济不会受影响 这些游客进到来马来西亚的吃喝拉撒 每一样东西都在付钱 他不是付钱给邻国泰报的咧 他 他 从他下飞机开始 如果他坐的飞机是 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 这些航空公司有份给税的咧 他下到来机场 他给机场的一切费用 马来西亚政府有份抽的咧 然后 他如果搭一个交通去到云顶 那个交通费谁赚 还有当地旅行社 如果安排这些东西的话 也是有份赚钱的咧 然后去到了云顶 住进去了酒店 这里开始邻国泰赚钱了 ok 然后 他在云顶山上的所有消费 很多不是邻国泰的啦 吃喝拉撒那些 所以呢 这一条经济链下来呢 哪计算机出来算一下 你一个游客 打从你下飞机 那一刻开始算起 玩完了一圈 回到去这个飞机场 坐飞机回国的时候 他前前后后他花的每一分钱 难道全部都进邻国泰的口袋吗 并不是啊 如果他不是赌到很凶的话 我觉得 云顶的部分 可能只占的最多50% 罢了 还有50% 要进入 邻国泰以外的人的口袋 ok so 你确定 穆斯林的经济不会受影响吗 你确定 邻国泰以外的其他的 那个经济链 产业链 没有包括穆斯林吗 肯定有包括 而且我给大家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就是呢 云顶每年 要给多少税 给这个政府 ok 然后 这些跟 外国游客相关的产业 他们每年要给多少税 给政府 我现在我不管你政府是怎样去用这笔钱 你可以说这笔钱是罪二税 还是什么都好啦 ok 我是想简单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政府的财政每年少掉那个 我不知道是多少个亿的税收的话 这个政府要去哪里找钱来填这一笔空缺 so 这个问题是非常直观的 如果 云顶啊 还有其他相关的旅游产业 不给税政府 政府要去哪里找这笔钱来填这个洞 大家去想一下 不要告诉我 这一个 云顶赌场相关产业 不会影响穆斯林经济 有理没有理 政府少掉那几十亿几百亿的税的时候 你穆斯林的蛋糕不会变小 我不相信 ok so 总的来说 这个 Don Ibrahim 他这个回复呢 足以显现他两个盲点 两个不足之处 第一个他展露无遗 我只是关心我穆斯林的经济 你非穆斯林的经济我不关心 这是他第一个盲点 他赤裸裸的展示出来他那种 种族极事宗教极事 然后呢 第二个盲点就是呢 老兄 我知道你是学宗教的啦 但是经济你好像不会哦 ok 你说你关闭赌场不会影响你 这个穆斯林的经济 我都告诉你了 这些游客 从他下飞机 到马来西亚 所有的吃和拉撒 然后直到他再上飞机回国 整个过程所花的钱 你确定不影响穆斯林经济嘛 然后呢 这个云顶赌场相关 还有整个旅游业的公司 所付给政府的税 你确定 如果少掉这些税 不会影响穆斯林经济嘛 所以这笔上讲算都不对路啊 ok 所以呢 总的一句啦 回教党老二的数字 都尚且如此 你对回教党还有什么期待呢 而且 回教党的老大哈迪阿王 他数字更加的 不用我讲了啦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